公元264年正月 中慧和姜维在成都的皇宫中双双被乱兵所杀 邓爱也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被魏冠派兵解杀 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属之战 以中慧、姜维、邓爱三人的死 和持续数日的乱兵杀掠 这样惨淡的结局宣告受场 近代有史学家认为 假如军中没有爆发滑变 让中慧实现了北出秦川 由长安直取洛阳的战略规划 到了那时 司马家的天下还是很有可能被颠覆的 对于这一点我不太赞同 下面我们就从中慧与姜维的谋划开始 详细分析一下中慧谋反的可行性 中慧最初在浮城与姜维筹划的佣兵方略 是趁司马昭反应不及 由姜维率领蜀国的降祖作为前锋 出包邪道直指长安 中慧自己亲率主力作为后援 攻陷长安后 骑兵走陆路东晋 步兵乘船走水路 竟渭水进入黄河 水路并进在洛阳会时 而后一举平定天下 可当中慧从浮城走到成都的路上 他收到了司马昭的信 这才发觉司马昭已经有了防备 于是又将割据川鼠 做第二个刘备 当成了退而求其次的目标 可中慧并不明白 刘备反攻成都时 虽然仅有三万多兵马 就这还有一万是冤大头刘章送的 拥有近十倍兵力的自己 确实是比当年的刘备威风多了 但刘备虽然兵少 却都是嫡系不对 首下的将领哪个不是能效死命的铁杆 而中慧首下的兵马虽多 构成却极其复杂 主要有在长安和洛阳征调的十几万四里兵 登岸的三万龙西兵 诸葛旭的三万雍州兵 和蜀国的降兵组成 按史书记载 蜀国的总兵力共有十万余 但这其中包含了永安都督区 来乡都督区和一州各州郡的守军 并未全在中慧会下 中慧采取老弱 能调用的蜀国机动兵力 应在五岸左右 在这四部分兵员构成中 无论中慧做何选择 邓爱和诸葛旭的旧部 都不愿意接受中慧的指挥 中慧只是借着朝廷的名义 暂时节制他们而已 一旦中慧宣布反叛 与朝廷断绝关系 他们必然会逃散或者划变 没有拥护的可能 因此中慧必须争取私利兵的支持 在数量上 他们是绝对的主力 而且有一部分 是中慧在关中亲自招募的 忠诚度也更高一些 但问题是 这些将士们家眷都在北方 作为人质被司马昭攥在手里 中慧大可以学一把马钞 连洛阳家人 和整个影川中士的前途性命 都能获得出去 让人家卖了老婆孩子 跟着你玩命 凭什么 即使他们能同意 那些刚投降的蜀汉大臣 和益州士族们 也不可能接受 蜀汉朝堂上 本来就是投降派居多 刘善带着一帮开国功臣之后 和姜伟 胡济 廖化 张义 等这些刘备和诸葛亮时代 留下来的死忠都压制不住 中慧又能在成都待几天 到时候 司马昭肯定会趁着中慧 立足慰问 南下评判 魏军一到 一周世人不争先恐后 单是胡江的家道迎接才怪 那场面摩肩擦肿 打头碰脸 估计比当年刘备入蜀 要壮观的多 因此歌剧川鼠自立 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中慧只能选择反攻洛阳 前提是毅然决然的 杀掉魏冠 胡烈 杨秀等人 他们都是司马昭的心腹 不可能支持自己起兵 然后想过什么借口 稳住军心 以姜伟为前锋 趁司马昭不备 用最快的速度 一举攻下长安 洛阳等地 只有这样 北军的家眷 才有可能保全 而且姜伟带领的五岸降组 大多是他统一了多年的旧部 指挥起来顺手 战斗力也够强 这样速战速决 后勤粮草短时间足以维持 也就不需要蜀汉旧臣 和益州士族的支持 也只能如此 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这样一来 问题又出现了 姜伟不答应 姜伟比中慧聪明的多 这场变乱 邓爱在第一层 中慧在第二层 姜伟在第三层 他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中慧谋反 肯定得不到军中将领们的支持 到了中慧摊牌后 人心尽失 众叛清理 骑虎南下之际 再怂恿中慧 将这些人全部处死 然后姜伟再除掉中慧 将群龙无首的卫军 全部吭杀 最后用力刘善复国 这是一招螳螂补偿 黄雀在后的计策 因刘善本人就在皇宫居住 所以跟随中慧回到成都之后 姜伟还曾暗中给刘善写过一封信 希望陛下忍耐几天的耻辱 臣会让国家转位为安 让日月幽暗重新焕发光明 姜伟既然已经打定了这样的主意 又怎么可能做先锋 去打什么长安 中慧一旦下手杀掉狐猎等将领 他自己很快就会被姜伟杀害 不过姜伟是否能助刘善成功复国 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毕竟除姜伟 霍益等少数人之外 绝大多数蜀汉旧臣对此并不热衷 而且坑杀数量如此庞大的魏国军队 操作起来难度很高 不过这些都已经与中慧无关了 除了比拼书法伪造书信之外 他没有任何方面的能力 是姜伟的对手 他与狐猎等人的死 大概率就是前脚后脚的事 姜伟如果下手快点 中慧回老家 还有可能跟这些将领们赶上同一天的车 再退一万步 即使中慧侥幸取胜 成功除掉将位 然后又稳定住了成都的局势 以高明的手段取得了十几万司令兵的支持 顺利率军北上 在司马昭 以京率十万大军等在长安 一亿待劳 加上关中剩余的守军 两军兵力大致相等 且在甲冲卡住了有川鼠进入汉中 有汉中进入关中的各条战道及关隘的情况下 没了将为 以中慧的军事指挥水平能赢吗 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可以这样说 从中慧决定起兵谋反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失败了 不管他怎么做怎么选 他成功的难度 要远比亡灵 冠秋剑 诸葛蛋等人高得多 他成功的几率低到 可以忽略不计 他必败无疑 必死无疑 如果说将为死于执着 邓爱死于孤僻 那么中慧就是死于自负和人性的贪婪 南洋名士月光 第一次见到中慧就评价说 如管武库孙孙 但见毛己在前 意思就是中慧这个人 一肚子倒枪 见了他就像进了武器库一样 道光剑影 寒气逼人 终会自命不凡 眼高于顶 性格狭隘自私 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的眼中都渐如草芥 都是可以拿来为自己的野心 献祭的工具 他自以为是 自我感觉良好 自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控 殊不知 在姜维未惯这些人看来 他那点小心思 就像写在脸上那样明显 一眼就能动窜 到头来 也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罢了 以于心之所善惜 虽久死其游未会 姜维到底 还是倒在了竹梦的路上 假如他没有心怀赴国之念 怂恿中会谋反 而是平平安安的毁洛阳受风 以姜维的官职和名气 起码得混个献后加重号 保守估计也不会低于 当年的黄泉和孙医 到那时富贵荣华 硬气壁子 一样天年 他不香吗 是舍不得那个腐朽败落 千疮百孔的政权 是忘不了那些尸位素餐 将你视若愁愁 避欲除之而后快的同了 还是放不下 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昏君永珠 如果不是为了报答先丞相 当年的知欲教会之恩 实在是难以解释 是什么就让他如此执着 姜维死得其所 无愧无悔 姜维为蜀汉而殉难 蜀汉因姜维而悲情 对于姜维的选择 我们只剩了敬佩 和发自肺腑的 深深的心疼 与中会比起来 邓爱确实是一位能臣 他貌似穿越群山 血战破敌 孤身灭树 仅此一意就足以轻视流明了 但邓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当年东兴大圣 吴太父祝格克 已是风光无限 还在担任汝南太守的邓爱 分析说 孙权一死 很多大臣对年幼的新皇帝 并不心服 吴国的名门望族 都有自己的不去 他们拥兵自重 足以对抗朝廷 在这种局面下 祝格克不想着怎样安抚人心 稳定政权根基 却热衷于发动对岸战争 奴役百姓 从前的吴子虚 吴启 商鞅 粤裔 都因为被当时的国军信任 而成为一代名臣 国军一死 他们也就败亡了 更何况 诸葛克的才能 还比不上这四人呢 据此推算 他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邓爱抛弃别人 还是很准确的 越是登峰造极 功成名就 越要谦逊低调 谨言慎行 聚安思维 只可惜 同样的道理 到了自己身上 邓爱就看不透了 因此承受 评价邓爱 不能尽自见 裴松之引用 《史记》中的记载 讥讽邓爱的眼睛 能看得清 一根细微的毫毛 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 而且邓爱在政治上 过于木讷 他不知道 司马昭为什么灭书 更是致死也不明白 司马昭为什么 对灭乌 幸为索然 他不屑于去揣摩别人的心思 却总是不厌其烦的一封又一封的写信 翻来覆去的阐述自己的道理 不逼得别人掰开了揉碎了 讲得清清楚楚 誓不罢休 做人如此执拗 又怎么可能不被嘲笑和孤立 邓爱与蜀国的王平 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寒威 性格阴沉 少言寡语 他们都是军事奇才 却也只擅长带兵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他们都被慧眼时应的伯乐上师 从而获得重用 平步清云 王平遇到了诸葛亮 邓爱遇到了司马懿 他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王平是个文王 他不会写信 更不会品头论足 引经据典的去评价别人 邓爱逢人 就吹嘘自己比吴汉强 没准王平连吴汉是谁都不知道 他闲来无事 就在营中枯作 一作就是一整天 两耳不闻创碍事 他不掺和政治 不会自吹自擂 更不关心他人的处境 满脑子都在想下一场仗 应该怎么打 仅这份单纯 就注定了王平 虽然也不合群 但也绝不至于会被群起攻击 引火烧身 况且邓爱所处的环境 要比王平凶险的多 魏国官场 已经走到了被门阀士族垄断的边缘 邓爱卑微的出身 注定了他在官场上 要受到更多的诋毁和排挤 注定了他大半生沉默寡言的隐忍 与立下不适之功后 疯狂自我夸耀造成的反差 会让别人对自己会有更大的记恨和仇视 他的死既是自身性格缺陷使然 更是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 很难想象 魏冠擅自派田旭杀了一个上尉被朝廷最终定罪的功勋老臣 一个假节的太位万户侯竟安然无恙 连仕途都没受影响 负责护送邓爱的一周测试世传 此前曾是司马昭的主部 世传并不是邓爱的亲信 他也曾密报司马昭说邓爱谋反 世传莫名其妙的与邓爱一起被田旭杀害 田旭竟然也没被追究任何责任 邓爱死后 司马昭担心邓爱在龙西经营多年 骤然被杀可能会导致边关动荡 旧派原太上太守唐台的儿子唐斌 赴雍良暗中查放 回来后唐斌是这样对司马昭评价邓爱的 邓爱生性嫉妒待人苛刻 心胸狭隘又自负 喜欢夸耀自己 顺从他的人往往被称赞会办事 率直感言的人就会被邓爱认定为友谊冒犯 即使是长使司马参军左立 只要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 就会被他辱骂 他做事不讲究利益 早已大失人心 又不爱惜民力 喜欢蒸发异族修建公事 屡次劳实动众 冷戏的百姓早已不堪忍受 听说他死了 反而高兴得很啊 后世有人认为 唐斌可能是故意宽慰司马昭 让他不要对边境军务过于忧心 可即便是这样 也不用把邓爱变得如此不堪吧 事实上 邓爱虽然多次发动士族和民众修筑城堡 开垦农田 但他自己也经常身穿破衣烂衫 手拿农具 与百姓们一起劳作 司马延在位期间 梁州的湖人多次骑兵作乱 连朝廷委派的梁州刺史 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被杀 当地居民更是被肆意吐露 流离失所 陈寿在三国之中说 利民安全者 皆保爱所住屋烟 意思就是那些活下来的官民百姓 全是靠着邓爱当年修建的城堡 才得以幸存的 可听说他死了 大家都很高兴 这句刺耳的话 就是邓爱混了一辈子得来的评语 不管他怎么做 在他生前生后 都没能得到那些士族同僚们 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那个出身低爱自夸 结结巴巴 脑子还不会拐弯的倔老头 幸亏是死在了免住 就他海三公之首领先朝堂 想想就令人作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